後面這位 大家都開始熟悉了 這個將會做助理國務卿的Curt Campbell 金寶先生 他有印太沙皇之證 其實是不是沙皇來的 他是奧巴馬時代 已經很倚重他 由他制定這個 重返亞太政策的一個智囊式的人物 那時候他已經是有份寫這個政策的報告 拜登上場就為了他做印太區 他是白宮的成員來的 就是印太的專注 負責印太的政策 即是亞洲 你看這三年來 拜登的亞太政策是鷹還是鴿呢 很明顯 包括和澳洲弄了核潛艇的Curt 又拉攏美日 日韓是走在一起的 整成一個小亞太的聯盟 全部都是針對中國 相當 在甲派為主的拜登政府裡面 他似乎是一個鷹派來的 而拜登似乎有多信任他 這樣才令人驚訝 他有影響力和發揮到作用 這次將他請了過去做國務院的副國務卿 國務卿大家知道是克林頓 布林肯 布林肯的特點就是比較溫和 是吧? 感覺可能他是方方面面的照顧 所以就沒有這麼櫻子給人的感覺 但是這個克林頓 因為他去國務院做這個 就是負責對中國政策的 這樣就要去那個委員會了 外交官員接受質詢 要美國國會通過的任命 因為他是重要官員通過的任命 在質問的過程裡面 竟然有人就問他 首先他的任命基本上是不用討論的了 因為有些共和黨的人都很支持他 還有一些議員普遍都很支持他 覺得他的政策是正確的 這樣 這樣變成了他們不會在不同的黨下搞他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任命是形式來的 但是都要去接受質詢 問一下 也等他講清楚他的看法 這樣 其中一個問題 引起我們香港人特別關注 就是問到他李家超邀請 涉及香港 美國對香港的政策 他如果做了這副國興 他也是直接負責對香港 中國的政策 是不是這麼說 我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宗新聞 大多數評論人員 就執著在李家超被人踢爆了 因為李家超說有邀請他的 他沒有空而已 我跟他改了行程而已 我只顧著在香港開研討會而已 所以叫了阿茂波而已 李家超的改說就好像很有面子 是我自己不去的 但是他就很清楚 我不讓他來的 是我們說不讓他來的 他不可以來 我們希望他派另一個人來 而他們是中方 香港 結果也是這樣做 所以美國是完全拿了面子 兇了 過程裏面 過程裏面 過程我們回望一下 中國和香港 王毅那些都拋了一些 如果要創造條件 香港的更有趣 我們記得葉劉淑儀和什麼都說過 是屈辱來的 屈辱來的 你不讓我理解 香港不要派人去 希望中國也可能不去了 劉淑儀都說過 劉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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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淑儀都說過 可能有變數 中國 習大去不去 大家現在都知道 習大結果去了美國 沒有理會到李家超 還和阿茂波閒談甚歡 引你香港人認為 阿茂波可能取代家超 是不是呢? 另一個話題 就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將這件事 劉淑儀的表態 連繫你來看 那就完全加強了 阿家超是要早點離去的那個因素 是不是這樣理解呢? 絕對是 因為他講明 因為他講明不會見李家超 我們大家再回望一下 美國 我 加超上台以前 換過美國駐港領事 換了人的 以前那個很喜歡吃兩頌飯的那個就走了 換了一個美國領事來的 加超並沒有見美國領事 未會面過 究竟人家不肯見你 還是他不肯見人? 這個我也很有興趣 因為這個直接也影響到香港和美國的關係 中國和美國有一個關係 香港和美國都有自己的關係 因為你一直承認你是一個特區的 本來一個兩制有一個特別的地位 有一個關係法 政策法 香港政策法的嘛 那講明 而且那個政策法我們看到直到現在還會有效的 有做報告的嘛 是不是? 我記得去年的報告我看過了 那個政策法的報告裡面說 香港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這個自治權的 包括它的貨幣是獨立的 包括它那個regulatory那些 就是那些監管制度 金融那些監管制度是獨立於中國的 所以中國 你大家都知道 中國是爆到不清楚的 資爆 那些爛尾樓 那些國債 那些好運 就是很大戰士啦 現在它是在那裡搖緊箱 但是香港完全沒有關係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美國都承認香港那個財務那些是獨立於中國的 是不是? 所以他們認為是可以繼續 跟香港政府有個關係 甚至乎跟Johnny可以有建設性的對話的 這個是美國那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的 我看過 最後那個句話 期待跟Johnny有些合作 對香港有一個合作 類似的 但是事實就是 這個報告都過了大半年了 是不是? 就是美國的香港政策法之下的每年要做報告 這年裡面 如果沒有看錯呢 最大的信號呢 就是反而Kirk Campbell這一次說出來 說明就是 我們有這樣看 究竟中美關係 我們看宣傳兩邊都有的 各自覺得對方是很需要我的 這樣 中國那個大外宣也是啦 你看 又在莊園邀請我吃飯啦 又讚我的車領啦 就是說 大內宣還大內宣啦 我們客觀地看 我永遠不會說一邊靠另一邊的 靠了就不是那麼牙策啦 是不是? 就是習大不是那麼撐 全部撐了啦 是不是? 都有一定的實力的 是不是?中國的經濟 但是 誰緊張多些呢 結果最終就是 李家超不去 還要阿茂波都照去啦 都是希望 那我覺得這個是武術的 我都同意的 武術 李家超有多重要啊 是不是?面子問題 那終於就是這樣啦 那面子問題是保不住啦 美國人都是有一樣東西 學了中國的 而張宇勇追窮靠的 你看他又再踩前一點 那這些都是令到那個中美關係不好的 大家都不會說 你敬我一尺啦 我已經禮讓了 叫什麼不要去啦 那就算啦 是不是? 那你可以香港的關係和美國搞好一點啦 是不是? 但是他 如果吉吉祥這麼說呢 他是扭轉了香港政策化裡面的報告 就是說美國還是可以和Johnny有對話的建設性 那沒有啦 現在當然是因為不去美國 Johnny不去 即是李家超不去美國呢 就是因為那個 即是他被制裁 所以不行啦 但是既然是這樣 是不是? 如果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的啦 我都不是想這樣的 不過我們 即是法例的東西 我們就要跟啦 那麼他可以講得客氣禮貌那些 那我覺得一個分別 一個微妙的分別在這裡 就是這個Curt Campbell 就是大家 是不是? 我都叫做維護了尊嚴 是不是? 不會說被國會的人罵我 有法都不跟這樣 是不是? 前任那個副國務卿負責的就是曾經談 前任那個是出信 出信就是邀請李家超 但是一被議員罵 立刻就說沒有 我們收回信 是收回信 現在既然已經是事實 也都成為過去啦 那如果他是與人為善呢 應該是修補跟這個特區的關係 跟北京的關係 經貿關係 但是不是的 你看到 我看到Campbell那個態度呢 是鐵板一塊的 是 如果這樣說呢 將來的時刻 在現在即將到來的時刻裡面呢 美國政府 甚至在港的領事 可能都不會見啦 李家超 因為他們給我的感覺 態度 大家可能是評估一下 我覺得他給了一個很強的信息 是 就是你不換李家超 我們就沒有什麼好搞了 就是香港那裡 我們維持現在這個脫鉤 半脫鉤政策 那這個當然對香港是很大的問題啦 更加不會鼓勵那些 就是去投資 那些那樣的 是 主要就是你的特首有問題 是 我們更加不會讓他來美國見我們這些人 那以後去美國固執不行啦 那香港的 美國官員可不可以在香港見李家超呢? 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是沒有見過 是不是事實呢? 如果他有心改善中美或者美港的關係 美港的貿易關係 是不是? 整體來說 大家要知道 我說過幾次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有些基本事實 基本事實呢 貿易表面看 貿易呢 美國對香港是順差的 就是如果不將美國和中國放在一起 因為美國對中國呢 美國還是 中國貨去那裡 它賺了五千億 它賺回中國兩千億 那個貿易不平衡啊 中美不平衡 但是中港呢 美國有著數啊 美國來香港是五百億 香港是百五億而已 三四百億順差的 對美國來說是絕對有著數的 美國人一向有著數的東西 不會有便宜 不會洗鏡 但是這次竟然都這麼鬼 這麼鬼 甚至我說 你看李家超可以經濟制裁他 切些關卡或者切些政策或者勸於香港那些 不要買美國的貨 不讓美國的貨入口 這次竟然對香港順差嘛 你不改善關係 但是當然李家超敢想都不敢想啦 一定要問北京 北京也都不想啦 是不是 整個國家來說是有著數啊 那你香港沒有著數 他都不理啦 是不是 那香港人也都不會 那些外國團體都不會說我們抵制美國的貨 不要買美國的貨 不要買iPhone 是不是 諸如此類 沒有一個 愛國外國團體夠膽 其實應該是我們支持李家超 這樣欺負我們的特首 我們就背負他 不買他的貨 沒有人夠膽這樣說 那這樣就出現了一個什麼現象呢 一個大家都很尷尬的現象 那國與國呢 香港你當它一個state啦 或者一個 一個兩制之下 它有一個國的形態啦 那這個形態不是我想說香港獨立的 而是老共都經常說我們堅持一個兩制的 堅持香港是獨特的 不需要跟蹤中國的 但是事實上做到實務的事情 就經常把香港綁在一起 那人家就覺得你把香港 你中共把香港綁在中共的貨購裡面 那你已經是同一件事啦 很快就會通過那個法例 就會將香港的三個貿易版降格啦 這個也是極不友善的行為啦 那香港政府除了罵人之外 敢不敢採取報復行動呢? 那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採取報復行動的 包括可能關閉美國領事館的支出 都可以的 因為反正也是啦 或者不是啦 限制它的活動 限制的使館人員在德國 你知道嗎? 在國際法來說 是不是? 你香港的領事館 你為什麼要千多人的? 多過中聯辦 多過北京領事館 很多不只是做什麼的 很多其他工作的 那你可以限制的喔 限制它 五百人什麼都夠啦 是不是? 只是做簽證不需要的 一百人就夠啦 你這麼多人幹什麼? 聯絡各方 你想怎麼樣? 那大家都知道啦 是不是? 中國一直指責 美國領事館在說煽動那個暴動嘛 19年的事件 那這些關係 大家好的時候就 出聲啦 心思就算了 看著就算了 現在關係不好了 不關係不好呢 你是想改善 但是美國的態度就不肯改善 是吧? 不肯改善 那我相信美國、英國 英國和美國是一線的 是吧? 依然希望香港走回去一國兩制 以前這樣 縱然它跟中國撐還是跟中國撐 香港是他們的槍口來的 是吧? 大家都知道啦 就算是冷戰時期 都希望經香港 可以跟北京對話 或者怎麼樣 英國、貿易和香港 都還是維持著關係的 香港的特性就是這樣 從來都是的 將來都是 但是在這個時刻 你究竟是想去 就是香港和美國的關係 和英國和美國的關係 和西方的關係 是走向更加好啊 還是更加差呢? 是吧? 在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可以有多少彈性 不跟 那人家就承認有一個彈性 所以承認你的支持 就給你少了好處 那大家的關係好 大家賺錢也好 不用打架契戰 香港不用制裁派人那些 是不是好呢?是好的 但是那個障礙在哪裡呢? 特首李家超 那本來是好小事的 現在美國的態度就是 如果你繼續用李家超 我就不跟你聊天了 不跟你接觸了 我不會邀請 不會讓李家超去美國 美國去不了 去不了歐洲呢? so far連歐洲都沒有去到 盟國 美國的盟友 美、日、韓 日本都去不了 韓國都去不了 整個西方、東南亞 只能去到新加坡 是不是去過新加坡? 好像去過新加坡 就是Johnny 這樣的特首對於推廣香港 是不是很大的困難呢? 是很大的困難 當然是不是很干預內政呢? 人家擺明是 我同意的 是不是很欺負?霸凌呢?霸凌香港? 霸凌香港?霸凌阿習呢? 多少 但是現實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們都不太喜歡李家超 方方面面都出了很多問題 最近區選都出了很多問題 被人很差 李家超 我們是不是時候純粹地推舟? 當然 這些 如果你說到這樣 中國官方就會很強硬 很強硬 我們的特首不是你美國人決定的 美國人現在也很強硬 你就喜歡這樣 我就不接觸 形勢是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都是始終要提早換一個可以跟美國對話改善關係 改善經濟的特首 以前的判斷 習近平的判斷 他一定認為美國做生意還生意的 以往 還是有紅包派的影子 所以他們對香港 他的判斷就是 我要李家超過一診就算了 但是看來就真的 曾經我都以為是什麼的 看美國的報告 剛才介紹過 但是近期Campbell這個說法之後 很明顯 如果你還用李家超 美國是直接不跟你的特首見面或者溝通 那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 是不是? 很多事情都很不方便 是不是? 所以大家明白 這些國際關係的事情 李家超成為中美關係的半腳石 不是 中美港關係 中美關係的半腳石 現在可以這樣看的 那麼 怎麼妥善安排呢?這些就不是我們這些旁邊可以的了 但是我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 都香港人高興的結果 是不是? 好 多謝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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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